敢跟本王枪女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你怎知我付不了自我 你不是说我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 哈喽大家好 咱们又见面了 我们知道任嘉伦的演技超棒 每个角色都演绎淋漓尽致 不过任嘉伦饰演的角色 大多都是深情且痴情的男主 那么吃醋这件事就必不可少了 那么不同版本的任嘉伦是如何吃醋的呢 还有最能吃醋的人你知道是什么 一小南辰王周生辰 十一回西周的路上 遇到了雍城守将杨绍求援 十一答应了杨绍先去雍城守城 然后等师傅搬救兵 小南辰王打退了敌人 但是杨绍这个时候已经寒心 不想守雍城 想要离开了 杨绍离开之前说欠十一一条命 此生都不会忘记姑娘的救命之恩 这很明显的就是看上十一了 周生辰就在旁边暗自吃醋 不仅派人盯着杨绍的行踪 连跟河上霄宴说话都心不在焉 徒弟们都看出不对劲了 不用猜 红尘事我什么没见过 殿下虽是看这沙盘 但心里想的却是 还有还有周生辰十一和缓先生交谈的时候 有个公子哥过来搭讪 询问十一是否已经婚配 这个时候小南辰王的表情变化 真的是明显的不得了 之后这位公子哥邀请十一过去 和他单独饮酒 十一还没有说话 周生辰就说 既然公子有美酒 为何不与在座的诸位一同分享 小南辰王你知道你这个时候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吗 古代片的小南辰王还有点暗粗粗的醋 现代片的化学教授周生辰吃起醋来就十分的明显了 周生辰第一次去岳父母家 在门口十一故作神秘的和周生辰说他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十一之前喜欢过一个学长 学习很好 周生辰听到之后明显吃醋了 但是他还死鸭子嘴硬的说 我吃什么醋 他都这个时候我还吃醋 但是还是忍不住的问 你们以前在一起过 你不是说我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 脸色垮得很明显 直到十一笑着说我哄你的 周生辰才又展颜笑了 十一这么漂亮 还有独特魅力 除了周生辰 肯定还有别的男子喜欢他的 比如说十一的同事王应东 十一生病住院女同事要来看望 王应东也跟着来了 还热心的跑前跑后 为十一办理手续 这个时候周生辰本来在国外 但是在十一告诉他有人追他的时候 周生辰赶紧安排了国外的事情 就立刻回国 看到王应东的时候 脸上似乎还带着怒气 王应东对于十一的感情 表现也是很真实了 周生辰让他回去 他居然还问周生辰能陪十一一晚吗 周生辰丝毫不留情面的回对道 这还用问吗 我是他老公 我不陪你陪啊 别看周教授平时看起来呆萌 吃起醋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就连在散步的时候 十一出于礼貌对王应东打招呼 心里都不得劲 可以说醋意是十分大了 二 习一先生顾川 习一先生顾川也老能吃醋了 为了阻止江小宁谈恋爱 也是煞费苦心了 公司规定 十七期不准谈恋爱 否则开除 不仅公司又规定 而且董事会可以现场开 董事会决议可以现场出 是董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 好 董事会通过了 不准跟无关人士接触过于频繁 什么算是无关人士 非本公司人员 男性 单身 年龄相逢 高个子 烫饭 穿个风衣 姓唐 只能说幸亏江小宁够单纯了 还有顾川明明不能吃辣 但是看见情敌走进了火锅店 顾川就也走了进去 虽然吃的汗流浃背 虽然自己的机械心脏扛不住 但是顾总表示火锅battle绝不能输 吃个火锅 愣是吃出了武林高手对决的架势 最后还因为漏电 让整个火锅店跳闸停电了 整个场面实在是过于搞笑了 还有餐厅强行偶遇悄摸摸换座位 偷听江小宁讲话 哪里是什么高冷的蜥蜴先生啊 您就是醋先生吧 走到哪儿 醋到哪儿 三 广平王李醋 至于广平王 不愧是外号长安醋王的男人 一言不合就吃醋 连自己都不放过 一直对珍珠心心念念的太湖公子耿耿于怀 结果没想到这位太湖公子竟是他自己 前一秒还在黑着脸 你最好期待你这个欣赏人 不要出现在本王面前 否则本王一定要让他知道 敢跟本王抢女人 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结果后一秒就开心的坐起来 是的 你不是在做梦 广平王自己的醋没吃够 还吃安二哥的醋 珍珠和安禄山的儿子安庆旭 从小一起长大 交情匪浅 所以珍珠就称呼他一声安二哥 没想到广平王连这个都要吃醋 安二哥 跳得这么亲密吗 就连拍一下肩膀都不行 真不愧是长安醋王啊 吃起醋来就是豪迈 四陆大人陆毅还有陆毅也是一个醋谈子 尤其是下江南遇上惊吓儿时的玩伴谢霄之后 这醋吃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谢霄向惊吓提亲陆大人抢走李丹 面对谢霄的质问 若是惊吓错过了此段姻缘 你付得了责吗 陆大人脱口而出 你怎知我负不了则 你怎知我负不了则 把锦夏都给惊到了 在龙胆村的时候 他们一行人被追杀 谢霄不小心受伤 锦夏帮谢霄包扎伤口的时候 两人回忆起了小时候 陆大人怎么能看下去 立马说 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此地不宜久留 还有在封林奥的时候 锦夏为了救他差点丢了性命 这个时候陆大人心中已经认定 今生非锦夏不可 结果锦夏大病出狱 去饭桌吃饭的时候 看见谢霄非要跟锦夏坐在一起 还直接和谢霄起了肢体冲突 傲娇负黑的陆大人 吃起醋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了 说了这么多 最能吃醋的是谁呢 很难抉择呢 那么不如看看任嘉伦本尊怎么说 在某一次采访的时候 任嘉伦表示 生活里我也是 我非常爱吃醋 跟陆一也差不多 反正挺能吃的 哦吼 原来最能吃醋的 竟然就是国朝自己 不过这么坦白承认 自己非常爱吃醋 任嘉伦真的是十分真诚了 就是小编感觉嘴里的狗粮 已经塞不下了 而且他还说 我不需要被哄 我这是需要自己消化 过不去这个坎儿 你怎么哄也没有 自己吃醋都不用哄的 自己就能消化 哎不说了 柠檬味的狗粮 你要来一点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点赞支持一下吧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有任嘉伦的综艺名场面 嘴炮技能Max的国超 真的不来看看吗 今年要来了 国超的祝福你收到了吗 还有你知道国超合作过的女演员 是如何评价她的吗 关注本频道 任嘉伦各种资讯 尽数掌握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一下呀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嘉伦的精彩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